在縣長林志廟的見證下 南澳香香菇產銷班與民館處 共同成立民業合作社 未來有助於提高香菇的產量與品質 以及推廣行銷 對原鄉部落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因此地方特別準備傳統歌舞來慶祝 希望大家透過合作社能夠行銷 讓我們的觀光美食生態環境 還有對我們延續你的生活企業 我們都一併的要關心 所以感謝鄉長在帶領的南澳香 把他帶領的這麼的好 宜蘭先生們全力以赴 那未來我們有更多的產業 我們可以跟這個合作社一起來合作 包括機器的輔助 包括教育信念 包括產業升級 希望說未來是透過林業多元古道方案的計畫 進而讓我們每一位班員 還是我們每一位族人 他的土地在我們鄉內能夠充分地利用 拿來種樹造林 那如果說我們都可以持續這種模式 自己種樹 自己砍樹 砍下來的樹 我們拿來種香鍋 那最後又變成肥料這個一個循環性的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模式 能夠建立在我們這裡南澳香 那我們在109年鋪到的我們這個 這個原鄉這邊南澳地區 成立了一個這個 這個段木香菇的一個產銷班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集團的一個合作 能夠讓我們的生產的部分的一個資材 能夠更加的一個 我們共同的降低我們生產的一個成本 那也爭取相關的一個補助 那我們後續這個成立的 今天成立的這個合作社 希望除了生產之外 那我們在銷售的部分 也透過這樣合作社的一個模式 增加我們這個銷售的一個 聯合行銷的一個管道 所有現場與民眾也到菇場 了解體驗相關的栽種過程 資歷感受菇農的付出與辛勞 透過合作社的成立 期盼提升農民收益 未來還將回饋社區 照顧長輩營造幸福生活 南澳泰雅林業合作社成立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